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导致死伤的消息 伺族兽毕竟与人一类 但人浮于世 与己一类的又岂止伺族兽而已 你的主管可能苛刻如虎 你的上司可能性寻如马 苛刻如虎者 通常智力 势力 总都那么恰到好处 当巧得以明察秋毫下属的一切缺失 刚巧完全记不住自己下错的指令 看不见自己的任何缺点 日渐觉察为他工作 将有愧于国家 地方 又恐怕只剩丢差 家人三餐无以为继意图 而即便上司性寻如马 一朝忤逆上亿 又何尝没有遭到惩处 被迫离职的风险 庄子这回带领你我 进入人间世艰难如世的一局 该怎么办呢 只有谨慎 谨慎 再谨慎 问题是 我的日子为何总是以工作为主呢 我的注意力为何总是摆在 另一个人身上呢 我的生活 是否要这么放任自己 就此人老朱皇心身憔悴下去呢 都说人在江湖 庄子却说人能自由 偷闲不养生 尚待何时 忙中能养生 更上层楼 温睡煮青蛙 照顾自己 末代不止需养生 更需起死回生之日了 庄子之徒从不计较 外在仪表态度举止 必须如何低声下气 微微谦和 因为唯有内在心灵的平和 才是学庄者最终的守护 与最后的坚持 我们就进入盐河江湖 同学念一下好吗 盐河江湖为林公太子 盐河江湖为林公太子 而问于 主国与觉 有人与此 习得天长 与之为无方 则为无国 与之为有方 则为无神 其知识足以知人之国 而不知其所以国 若然者 无难之何 与觉无与远 善灾问护 戒之甚至 正如生灾 行莫若旧 心莫若合 虽然 知恶者有患 咒不欲入 何不欲出 行旧而入 写为天为兵 协光为与之 行为神为兵 协谣为灭 协谣为灭 一切为因儿 义与之为因儿 一切为无心 行为之为无压 义与之为无压 达之 好 我们来看 盐河 鲁国的贤人盐河 江傅 他即将要到 魏林公太子的身边 去辅佐他 这个傅是辅佐 而温于瞿博裕 他就烦恼地 来请教魏国大夫 瞿博裕说 有人与此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 这里有这样一个人 其德天杀 还有德性 这个杀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你们现在说 他好杀 不是那意思 杀这个字 就是拿刀或武器 把人为禽兽给毙了 叫杀 其德天杀 倒未必是他天生爱 一直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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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杀 引申作 科伯寡恩 他的德性 天生刻薄 刻薄 喜欢伤害别人 这样的一个人 我去辅佐他 与之为无方 我跟他 一块去做那些无道的事 我放纵他 我顺遂他 则为无国 那么就会危害到 我们的国家 他是太子 我们国家的命运 将来掌握在他手里 与之为有方 但我今天 如果试着 导正他 规劝他 让他做做好事 做做有道之事 则为无声 那就会危害到我自己 因为我跟他不同类 而他的智慧呢 我们要不断地 我们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的事 我们一定要 讨厌自己 变成勇敢 甚至于乐于看到自己的缺点的人 能够反省 而不是很害怕 面对自己的缺点的人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改变 因为这是人生 你能不能变得更好 更强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因为你不觉得自己不足 为什么要变好 所以你要先去承认 面对那个缺失 那是你变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若然者 可你辅佐这样一个人 你遇到这样一个太子 无奈之后 我拿它怎么办呢 我该如何是好的 曲波玉听了就回答了 善哉问呼 你这问题问得好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 我告诉你吧 戒之 你要警戒 小心 善之 你要非常谨慎地应对 正如身灾 你要端正你自己 我们知道端正这个字 在儒家 在道家 甚至于在老庄 伦梦有不同的正 我们现在来看看 庄子的正 是什么意思 行莫若旧 他说你的外在 样貌行为啊 你最好表现的 能够迁就 能够顺从对方 我们今天很容易 可以去帮个长辈倒茶 但你是不是也愿意 帮平辈倒茶 甚至你是不是也可以帮 晚辈倒茶 这听起来挺儒家的 你们知道吗 儒家伦理言明啊 怎么会 好像颠倒了 但庄子不是那么在意 这些 外表行为的 这个阶级的这种事情 他不在意哦 你就尽量迁就顺从 再为行为 样貌 态度 我想到那天 我急着要出门 我贴心的助理 刚好来 他就帮我叫辆 计程车 然后呢 我刚好在洗手间 他就跑出去帮我 跟计程车司机 说了一声 那个要搭车的人 在洗手间 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家那边是个小巷子 车挺难停的 我学生跑进来跟我说 老师你要注意哦 这个计程车司机 看起来是脾气非常坏的 我说没关系 我那么心里想 我不怕遇到脾气坏的人 因为我知道 我会态度非常好 他坏不起来 所以我一上车 我说实在是非常抱歉 正好在洗手间 害你耽误你的时间 实在是非常抱歉 反正我就这样 一路态度很好的 抱歉啦 然后最后道谢啦 所以我看得出来 他可能本来是一个 会生气的人 可是他真的就也 蛮平和 把我载到目的地了 就是洗墨若酒 心墨若合 而且我坐车之前 我就打算好了 如果他今天 口无知难地骂你 是有人会骂你的 干嘛住在这种地方啊 门牌号码这么乱 我心里偶尔是说 门牌号码不是我标的 我也不是 都是规划的人 然后他会一直怪你啊 我也告诉我自己 他给我一直骂我 没关系 我就把注意还是摆在丹田 注意我的镇氧之气 不要变少就好了 你就打定主意 心情一定要平和 这样就对了啊 心墨若合 你觉得这样做好像挺不错 庄子告诉你 不是哦 这儿这有患 你照我这样去做 你还是可能招来祸患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没有做到 恰到好处 旧不欲入 你外表行为迁就对方 你不能太过呀 你太过 他脾气又坏了 我们中文系有些师长 真的是不止学问好 在做人上也能给学生很多的指导啊 有一次他们就遇到一对男女谈恋爱当中 然后呢 他就告诉女生 女生告诉他 哎呀老师 我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脾气越来越坏 这老师很有智慧啊 他就告诉了女孩说 那一定是 你把你男朋友惯坏了 哇 这女生告诉我 他当初听到的时候觉得好委屈啊 每次我们吵架 我就认错 每次他不开心 我都道歉 每次有节日 我就送礼物 我都对他这么好了 老师还要说 他的坏皮都是被我培养的 可后来我这朋友告诉我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有一天他看到他男朋友 跟他下一任女朋友在一起 他看得非常的震惊 他下一任女朋友 是个狮子座人女生 挺有领导能力的 他发现他的男朋友 忽然从国王变成侍卫长 你们知道那个差别吗 从那种什么都听他的 变成啊 那你觉得怎么样好 他看了一路反省 才告诉我 我们的师长真是有智慧 原来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有可能是另一个人养坏的 好 所以说你迁就对方不能太过 每次吵架你就认错 对方就觉得你真是错了 你错到底了 每次都你错 因为他没上庄子 他没有反省能力 他不知道一个人 又有反省能力 表杀人文素养好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 好 另一个状况 何不欲出 你说啊 心灵平和也不能太超过啊 那当然不能太超过 你自己偷偷注意丹田 注意偷偷注意谭中 注意眉心 注意印堂 你不生气也就好了 你憋疯 你再骂吧 你怎么骂 我可听过装死 我绝对不会生气的 你这样就完蛋了 我怎么知道呢 我以前教这个先情散文 我班上一个女同学 特喜欢老妆 一个男同学 特喜欢我教的文梦 怎么那么巧 他们两个在一起 在一起不是很好事吗 就像个太极图 有如又有道 但状况往往不是这样 他们俩一吵架 这女生就说 那不是很受不了你 你这人可不可以 读点老妆啊 然后男生就说了 你到底我读过四书啊 你没读过孔子 教的所有的事情是吧 这样就很不好 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喜欢伦梦的 越来越喜欢伦梦 越来越讨厌老妆 喜欢老妆的 越来越喜欢老妆 越来越讨厌伦梦 我说都是你们彼此害的 你们彼此害了彼此 所以不要太张扬 我们说心理学里说 你要去带一个孩子 如果孩子他很害怕 他害怕外面的时间 他躲在桌角 你不要在外面说 出来出来 外面亮得很 不要再躲了 你最好的方法 你是要到桌角 跟他说我也好害怕 我也跟你进来躲一躲 然后你跟他说 外面好像安全了 我们一起出去吧 那个人就跟着你出去了 我非常最近 我高中时代 我们高中 我是念所男女和校 中正高中 我们学校的男教官 我觉得非常厉害 他为了让我们一群同学 不要抽烟 不要打电动 他就跟他们一起抽 一起打 然后最后再整批 把他们带成既不抽也不大 这个太厉害了 好 何不欲处 所以你不要太张扬 让对方觉得你得性高尚 他就这么卑劣 你不要这样 行就而入 你外表上顺从切就太过 历史 告诉我们一件事 道家者流概出于史观 道家告诉我们的这些 修养心灵的方式 常常是站在一个历史高度来看 可是如果看政治呢 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叫暴障必亡 早晚的事 如果是这样 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一个妖面 行就而入 你太迁就他 那为太子行无道之事 最后且为颠为灭 为崩为绝 他最后一定会沦落到 颠覆灭绝崩毁败亡的下场 你就跟着进监牢了 心和而出 安年内心平和 太显露在外 表现得太明显 且为身为名 那么你将名声外露 而被视为阻碍他人的妖孽 因为你党人财路嘛 引人反感 所以就会招来不详 招来祸患 那你说那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难对付的人 其实桌子用了一串语言 这一串语言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 读的时候是一头雾水 他说呀 比且为婴儿 一语之为婴儿 各位同学 你们看画片上就这两个婴儿 好鼓椎呀 你感觉就一个婴儿跟一个说 你看我新的奶嘴 好不好玩呀 另一个说 我也跟你分享我的小汽车呢 好像这样的婴儿 你乍看好像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再往下看 比起为无挺兮 一语之为无挺兮 什么叫无挺兮啊 挺兮就是一块一块 规划的非常整齐的田地 如果对方是无挺兮 完全没有规划 杂乱无章的田地 那你就跟他一样 也是没规划 杂乱无章的 同学 这什么意思啊 在我教书的经验里面 我有这样一个经验 有一次 我有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 我无意间知道 他其实是 有一些心灵上的 需要援助的问题 他在吃百忧解 他心情不好 他来找我之前 他自杀 自杀未遂 所以我有一次 我发现学校有一场演讲 是一个我觉得 在建筑 在心灵方面都有 可以给年轻人 很多启发的老师 我要去听这演讲 我就邀这同学一起去了 没想到这同学 听演讲回来 他说老师 我非常讨厌 今天那个讲者 我说是吗 我觉得他讲得挺好 他我觉得 他就像 但对不起 我现在用一个 政治不正确的评语 我只是想用他 真实当初他讲的话 他说 他的光芒 就像青天白日的 白日一样 有十二道光芒 非常的刺眼 我说哦 他说他讲的所有的话 我都听不进去 我说哦 我就非常的 有点错愕 因为我觉得演讲讲得挺好 他说他让我感觉 他是牧羊人 而我只是只羊 我说哦 是吗 他说老师 他不像你 天哪 我怎么了 像你 你从来没想让我变好 你只把我当朋友 跟我做朋友 可是我觉得我跟你 当朋友久了 我不知不觉 就没这么多烦恼了 我就 我的药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了 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 想让我变好 对不对 我听了非常的震惊 我居然给他这样的感觉 我好希望他变好 我才会听他这演讲 你懂吧 实际我跟他互动的时候 我非常小心 我多半是一个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不会让他感觉 这个人要来改变我 我不会让他有这样的感觉 好 彼此为乌鸦 亦语之为乌鸦 当他漫无边际 不知自知 那你要跟着不设限 你不要再墨守成规 我记得有一回 我遇到一个学生 他也是很过不下去了 其实你很难想 这样在台大 这样一个学校 你还是会遇到一些 割腕自杀的龙穴 或是上吊自杀 而没有 就是当然 我教十九年了嘛 多少会有几个了 然后呢 他就来找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其实人对于情感的态度 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我忘了 我那时候跟他讲 哪一家的理论了 是讲心理学的 还是讲庄子 还是讲一家的 我忘了 但我只记得 我那时候为了让他 能够站起来 我跟他讲了 我自己最悲伤的情感记录 跟经验 我想老师 其实年轻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他讲了一对 我跟他讲的那一场呢 忽然我讲的一切 他都听得进去了 他就感觉 有一个人跟他曾经处在 一个完全相同的处境 然后那个人用什么方法站起来 我一定也可以 嘿 这个同学没几个月 完全恢复正常 他在学校看到我 喜相逢 嘿 老师 他笑得好高兴 然后跟我说 老师 我现在非常好耶 我最近想到你告诉我 你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真蠢 我真的忍了很住人 他已经恢复健康了 还可以回来嘲笑我 可是被嘲笑没有关系 对一个庄子之徒 你根本不在乎别人觉得 怎么看清你怎么样 因为别人看清也好 别人把你想得很深也好 你就是那个样子嘛 我在家里 有时候逢年过节 跟家人玩扑克牌 我们家会有些娱乐 把21点变成31点 然后最赢的人还可以在 最赢的人还可以在 最输的人脸上画一个 画一个什么东西的 反正在家里当然玩嘛 我常在家里玩游戏的时候 就很疯狂 我姐就会跟我说 哎呀 在台卡当教授 你学生知道你在家里玩起来 这疯狂的德性啊 我说知道我也不怕 因为我没有想到什么形象 一个装置之徒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或者呢 我今天去辅佐一个 非常混乱的同学 我也跟他讲 哎呀我真的有很多黑记录 可以帮助这些同学成长 懂吧 我就说 哎呀你不要看你这么乱 其实老师以前 桌子好乱啊 而且我乱完我的去乱我哥的 乱完我哥的乱完我姐的 所以大家听到我来 借桌子 借什么大家都怕 因为借完我 那就是 这个空袭过后 垃圾场了 可是当你告诉一个人 你以前也很乱 别人看现在不错 挺有条理的 就会觉得他也可以 就得到一种鼓励 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达之入于无私 你能做到这样 对方永远觉得 你跟他同一过啊 你跟他同一个处境 于是他就 很能跟你 变成同伴 就能跟你一起成长了 所以你就不会有什么灾害 谁会想去害一个 跟自己很像的人呢 好 这个痴是病 就不有什么灾害了 同学念下一段 唐必当居啊 成语从这儿出来的 辱不知福 螳螂呼 不知其父神认也 是其才知美者也 借知圣知 今他而美者已犯知 即如是父亚父舍乎 不敢以生物与之 唯其觉知之怒也 唯其觉知之怒也 不敢以生物与之 唯其觉知之怒也 知心计报 打起怒情 不知于人一类 耳内养击者 顺也 顾其杀者 一命也 不安拿者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接着啊 辱不知福 螳螂呼 你难道没听过 那字不亮丽的螳螂吗 顾其壁 各位同学 这个顾字你们见过的 顾而飞 这个顾字是 努力的顾 在那个时候 用同一个字来表达 奋力 把手背这样非常奋力地冲着 以当居撤 撤是车轮碾压过的痕迹 在这边代表就是一辆车 他就是要想挡住一辆车 各位同学 你想想 这图片 这个金带号 你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只螳螂 对不对 他居然以为他挡得住耶 他不知道他没办法 市集财 真没者 各位同学 今天有人要这样做 你还是觉得很感动嘛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于 不幸春风万不回 立往黄来 可是 庄子要我们 多理性地想想 戒之甚之 你要引以为戒 谨慎 小心啊 虽然那是个美好的才能 美好的德性 你自以为你可以 但是衡量自己的力量 是否足够 也是很重要的 那要怎么跟对方互动呢 激发而美 这个激就是累积 激发就是多言而美 多多说对方的好听话 你先夸赞对方 以范之 然后再劝诱引导他 那关于这一点 我以前在教诗歌的时候 同学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当然这一定是 他们发现的秘密已经大二大三了 他们说发现老师啊 在改第一年学诗的作业 标语都写得非常好 就是鼓励多于指出缺点 可是等到大二大三 或是写了两年三年了 加入妄业诗诗 他们就老师想的真狠 批判的很狠啊 就是直接说 这个地方怎么样该怎么改 那老师为什么这样 我说那当然了 你刚开始学习 不多点鼓励 你会想继续吗 不会嘛 可是你一旦 进入这个门道了 你写了一两年了 你觉得非常感兴趣 要继续下去了 那我节省时间实话实说 你赶快改善 写得更好 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出建议 要看对方听不听了进去 我说你们现在写得那么好了 我讲的再狠 再怎么攻击 你们觉得很有挑战性 我就可以更好 可以开始可能不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要劝诱引导别人之前 要记得先多赞美一下 记 这样差不多 就能够 幸免于难了 可是赞美也不是说谎 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很多的优点 如果你细腻的去体察的话 接着举例 乳不知福 羊虎者乎 其实这个虎啊 在这边辟喻的就是太子彭桓 就是魏林公太子 他说啊 难道你不知道 那个羊虎的诀窍吗 不敢以生物与之 我们绝对不敢把一个 活生生会飞会跳的小动物 丢给老虎吃 为什么 为其杀之之怒言 他把他扑伤那个活体的时候 他整个兽性残暴的个性 会激发出来 不敢以权物与之 甚至不敢给他吃 整只完整的动物 就算是熟的 为其觉知之怒言 他在撕裂他的时候 会让他兽性大发 四骑鸡宝 这个食是四 人子旁一个公司的司 我们要等候 等候他饿的时候 饱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 他亏似 他到底是饱还是饿 我们知道 再凶的老虎 他吃饱了也不会吃你 因为吃不下了 懂吧 好 答其母性 这个答是晓得 是明白 通达知晓 你知道这老虎 这时候是不是在发怒 你知道他发怒 你就不要招惹嘛 你就等 对方能接受你的语言的时候 再说嘛 每个人到我心情好 跟心情坏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报章上 看到一篇小散文 他就提到了 散文家说 这女主人 散文家是个家庭主妇 他觉得他们家地板好久 他很想换地板 可是他老公就比较节俭 他怎么跟他老公说 地板该换了 老公都不想换 两个人慢慢 因为这个话题 变得有点僵 有一天 这男主人啊 生日 他老婆就想 我不要再 再想地板那些事了 何苦呢 搞得两个人 变得这么胶着 见他生日 我就好好对他一天 他又煮了一桌子好菜 然后布置成烛光晚餐 让他老公过了一晚 非常好的生活 就没想到 就家老公整个饭吃完 心情最好的时候跟他说 我看 我们下礼拜找人来换地板吧 后来他把这个故事 写成一篇文章 他说 在他最不想换地板的时候 他老公说可以换地板了 其实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要跟对方沟通 你要找最适当的时候 你不要哪虎不开提哪虎呀 如果那人他就不喜欢你在别人面前 讲出他哪里不对 那你干嘛一直挑衅 你找死嘛 你懂吧 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一些处事的智慧 虎之与人一类 他老虎跟人虽然不同类 而媚羊极日 你们看多可爱 他也会讨好喂养自己的四主耶 为什么 顺眼如果这四主能够顺着老虎的性子跟他相处 所以我看我的猫来找我 都问他们什么事呀 他没事不会来找你的 你是他的仆人得搞清楚 他没有必要来跟你示好 他总来找你就是有事 看私了还有没有 谁有没有 或者他只是无聊 找个玩偶跟他玩 你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好那他就会非常开心 顾其杀者这个顾是责 那么如果老虎会回过头来扑杀你 就像我的猫 其实我后来觉得他来找你 你要让他 赶快不要来吵的最好方法 就是你紧紧地抱住他 他反正找你玩 可是他有他想玩的 可是他不想紧紧地抱住 你一旦紧紧抱住 他又觉得想挣脱 就逃走我心里又窃笑 我想我这样又满足了 他来跟我玩 不会觉得对他太失礼 而我又可以节省时间 那如果今天你为什么激怒他 你激怒他让他想咬你 你一定腻了猫性 你腻了虎性 才会有这种结果 所以我们处事 你要让自己随时心影保持很好 那你就不要去找罪兽嘛 那不要找罪兽 你要在最聪明的时候出手 你不要哪壶不该提哪壶 像我一个学生真是奇怪 他好不容易看上了女孩 那女孩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这学生好喜欢他 可我对学生家教慎言 他放学 他的课表 每天几点下课 他母亲都知道 所以他母亲会把下课中响 加上教终时间 他不能迟于那个时间回家 虽然没什么时间可以谈恋爱 他利用吃早餐的时候谈恋爱 约会在清晨 明明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 可是后来他女婆 我为什么离开他 两个都我学生 女生来找我告状 他说是男生有病 你懂吧 我说怎么有病 他说明明知道我是基督徒 每天看到我就 傻子 你不知道上帝死了吗 你这是有病嘛 你这是故意愣 愣虎虚吗 或者女生就很生气 就离开他了 你还说这男生 甘肠寸断啊 诗语学得很好 当然是赚了几首好诗啦 可是他就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啊 一直想不该想的 所以我们学习装子 无形中也学会怎么样 应对进退哦 付爱马者 你说哎呀老师 我就是那个运气好了 我是上司 不是老虎 是匹马 我说的是匹马哦 是性情温馴的马 那你对马是 你看平常怎么伺候他的 你如果喜欢这匹马 一筐成时 你拿竹质的箩筐 来承接马的粪便 我觉得他这边写得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我自觉是一个非常 爱护爱惜我的宠物的人 我给他洗很舒适的澡 给他买漂亮的背包 来背他自己的小点心 可是我完全不在乎 我用什么东西去装他的粪便 就随便用塑胶袋嘛 回收嘛 环保嘛 你看这个人 他要装马大便 还拿竹质的箩筐 来接马大便 马尿呢 他拿一个巨大的棒壳 来接马尿 我的天啊 我小时候是有搜集棒壳 兴趣的人 这大棒壳有多珍贵 可以让你听到海的声音 他拿来接马尿 他只是让你知道他马奴到什么地步 你懂吧 可是你平常凑那么久了 是有蚊蒙蒲圆 怎么哪一天 有只蚊子 有只蒙虫 你知道什么叫蒙虫啊 他大小大概比苍蝇大一点 比蜜蜂小一点 他的嘴巴是刺膝式的 会刺到人或禽兽的身上来吸血 蒲圆这个蒲是附着 他停附在马身上要钉咬吸血 你想要帮他拍 哎呀 辅之不实 拍的不是时候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是要帮他拍掉这只蚊子 他以为大胆奴才居然打我巴掌 所以他受到惊吓 而缺险 他一啪 他吓得发怒了 就弄断了他的闲了 咬断了他的闲了 跳腾挣脱了束缚 结果呢 这马蹄就踢过来了 踢踏撞破羊马人的头 踩碎他的胸口 各位 这不是家禽家畜 这是大动物 所以非常的惨哦 当然啦 这是用动物来批语 当你很入戏的时候 你马上想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时候 你白目的时候 你乐乎虚的时候 这有可能就是你未来的下场 最后 意有所致 这是什么意啊 是怒意 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 而爱有所忘 平常你的主人 有多爱你 你在那刹那 完完全全忘记了 各位同学 何止是你生气的时候 你伤心的时候也一样 你伤心的时候 你就世界末日了 我以前辅佐过 我刚刚跟你们提过 那个有点犹豫症的学生 我说 你怎么忍心上吊 你有这么爱你的女朋友 跟你这么好的哥们 他说老师你不知道 一个人一旦陷入一个黑洞 不断的想 不断的想 越来越烦恼的时候 你就过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就是爱有所忘 所有的情恩就义 你都忘了 可不甚也 各位同学 现在讲的是那匹温寻的马哦 你的上司 你的朋友 你的情人 是温寻如马 还是凶猛如虎呢 可是不管还是马还是虎 都有这么危险的时候 所以你要拥有 庄子的心灵 那个随时心平气和的心灵 心平气和的心灵 可以让你的智慧 达到你可以达到的最高点 然后一旦 好像有问题要沟通了 你就不容易说错话 因为一个人越失控 负面情绪越多 你会越笨 你越容易出错 你的人际关系越变得越不好 这就告诉我们 这哪里能不谨慎呢 各位同学 在人间事处事就是这么艰难 但如果你能谨慎 同时又随时注意消养自己 那就不太难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